我刚刚特别贴了这张照片 真的是非常的一种感伤 什么感伤刚刚讲的 这是阿伯 刚刚讲你讲他是小子 他其实都是这个社会里面 坑坑坑坑坑 努力工作的一批人 他们先忙说 我的日子可以向上提升 我希望我有未来 我希望这个世代的冲突 世代的矛盾跟对立 能够输坏 我把我所有的梦想 都交给阿伯 结果阿伯 居然把我们给收割了 居然把我们给牺牲了 而且只有那吗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阿伯现在募款 他以前在募款 说我一个月前 我就把账户给关掉 我钱够用就好 我绝对不让那个权力的魔杖 带到我的这个魔戒 带到我的手指上面 那个把都拔不下来 但可怕的是 阿伯现在这个魔戒 就牢牢地绑在你的手上 大家确实看你现出原型 觉得非常可怕 而且我觉得可怕的是什么 你现在把人家 这个所谓的捞到最后一秒钟 你今天割草割到最后一秒钟 就你该给人家的 吃的喝的用的 都没有 甚至在他的志工团体 里面的脸书里面 居然这么讲 志工是要无怨无悔的复苏 如果要回报 就不配当志工 对这个团体要认同 才来参加 否则你就退出 不要动不动 就问有没有吃的 真的真心复苏的志工丢脸 我跑政治30年 我跑明星党这么久 皇帝不拆而兵 我以前跑任何的选举 吃饱最重要 吃饭红地团 你现在连饭都不给人家吃 水不给人家喝好 你饭不给人家吃水不给人家喝也就算了 你不是没钱的 你钱很多 而且事实上我看这张照片非常有感 事实上这次支持很多的小草 真的就是在跑Uber 或是在跑Uber Eats 或跑FuPana 全部都是很多这种人 很多年轻人 很多这个 他们自认为说 我没有收到社会重视的这些人 那我也非常有感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当年十年前 我也是曾经捧的现金 到他的竞选总部去捐钱给他 你也是 我也没有留下我的任何的证据 证明 我也没有去报税 我就真的捧了十万元捐过去 你 几本 十万块 赚本 对 我当初是这样子 也去捐他 也去捐钱给他 就没想到 现在我也是觉得说 当初到底是 我捐钱 我捐钱给他的那个人 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状况 而且 我觉得他比较可恶的是什么 他不是说只要你的钱 你的选票 他要你的心 为什么 你看 很多志工去的 我志工 照理说志工就是要 志工就是要有这个回报 我可能去那边吃个便当 或是什么样之类 你看 志工就是要无怨无悔的付出 你要回报的话 就不要当志工 他还呛你一声 那不要动不动就要问 有饭吃吗 这真的是 将真心付出的志工 脸丢尽 保健 不是只要你的钱 不是只要你的人 他还要你 就是让我随心所欲的用 你连这个都不要有任何的抱怨 不是太可问 假设阿伯真的缺钱 阿伯真的非常清廉 阿伯真的把所有的钱捐低归宫 你现在有没有给吃的 有没有给喝的 大家也可以忍耐 是 结果你母 你母去干那生呀 去看豪宅 一看看了1.2亿 你今天有办法去看1.2亿的豪宅 结果呢 结果你要你的志工 无怨无悔的付出 结果你跟你的志工讲 你来 不过会有吃的吗 这是丢脸的事情 对 而且保险 事实上目前我只来说 很多人就说嘛 像台南市的这个党部主委还说什么 他说在台南那个办的这个造势晚会里面 他们有去问说 中央有没有便当 中央也没有给便当 结果他们那一天 他们还真的是有申报 便当的这个餐费 27,450 但是他们在当地是没有 要地方党部自己去筹啊 他们还真的去筹了非常多的便当 结果还有人就觉得说 志工觉得这个便当不好吃 我就不吃了 因为那便当他们不好吃 他们就不好吃 他们就觉得不要 但没想到 他们地方是好不容易去抽了这个便当来 结果没想到 中央居然有报这个 这个所谓造势的餐会 造势的餐会是谁吃 就是中央的人来吃了嘛 就地方人没东西可以吃啊 就像你跑到台中 台中刚刚讲的 蔡壁如在那个地方家族四壁 蔡壁如在那边艰苦作战 结果你一毛也不给人家 一个旗子也不给人家 一分钱不给人家 结果你跑去吃庆元春 庆元春你吃 本来以为说 我们吃了一顿是两万六千块 结果你是报了两张 不知道你是把一个发票报两次报 还是说你吃了两顿 那就是五万二 你在这边租门酒肉的时候 吃了五万二的钱 结果你到了这个台中市党部 一毛不拔 对 而且那些钱都是谁的钱 都是小草给你的钱 结果没想到 这个真正帮你打选举的 你没有给他两草 然后我自己吃好了用好的 结果没想到 选完举之后 保杰那为什么 我将来讲到 为什么他们去看豪宅 真的是完全触动了 所有小草的心 因为他们没想到 我们捐钱给你之后 结果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个样子 你居然把钱拿到去买豪宅 有办法去买豪宅 我才跟他讲 现在的豪宅 你不是用现金买 你根本就买不到 你一点而已 我给你保证 大部分就是现金 那现金到底从哪里来 那些都是小草 他们在那边 一单一单的跑Uber 一单一单 只能够赚十几块 只能够赚二十块 结果我捐钱给你 一百两百的捐给你 结果最后 你去买你的豪宅 所以我才说 我也蛮认同 吴董说的 他真的买豪宅下去的时候 他真的已经没有未来了 他没有决定 他要选下去了 他决定不玩了 刚才讲到的 今天他把的志工是 你根本都当成 联亚劳工 你当成搬运工 你当成联亚劳工 搬运工的时候 他们要帮帮忙 木可是阿伯自己在赚的 木可的钱是进到的 这个所谓的 商队人的手头在里面 结果呢 要谁去搬 要志工去搬 然后要志工 搬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跟他讲 木可的东西不能碰 你把这些志工当什么了 没错 现在他们的钱 党工出来爆料 在木可公司 我就讲 木可公司来说 至少账上现金 有四千多万 所以木可公司 就赚了四千多万 那四千多万里面来说 他们平常运作 保洁 木可公司的人员来说的话 是竞选总部给他钱 他们薪水 那他平常运作是什么运作 他要搬东西 他们还有给木可公司一笔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原本是授权费 没有啦 是我们 理货的费用 理货是谁 理货是志工理货 他们找了一堆志工 在这个木可公司里面理货 然后他们还要跟志工说 这个理货这些东西 你们就搬就好了 不能碰 买卖东西的时候 你们不能够碰到钱 不是不能碰 不能够碰到钱 跟钱有关的 譬如说你要结账 你可以带着他去那个地方 结账 但是你们千万不能够碰到钱 为什么不能碰到钱 是原来木可公司一开始的时候 完全是现金交易 对 完全现金交易 甚至连这个 所谓你要怎么募款 什么进来的时候 都是要找他们特定募可的人 才能够处理 反正跟金流有关的 你志工完全都不能够碰 所以才说嘛 险见你从这些蛛丝马金 就知道说真的 就如同我说的 他这次不是在跟你拼选举 他在拼他的银票 好 所以雨昕 刚才讲的 我觉得是看到的 你对小草野战 人情太亮博了吧 你今天要小草的 这个所谓的票 你要小草的钞票 你甚至还要小草 无怨无悔的付出 可是刚才讲的 我跑那么久的选举 以前最简单是吧 你至少要一大盆插皮粉吧 你至少要有一大盆的 这个所谓的贡丸汤吧 这个是最基本配备吧 那是台湾人的最基本的礼貌 你连饭都不给人家吃 好了 我跟你讲 我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我先讲刚刚 那个所谓的外送员 你应该有没有看到 刚刚那个外送员照片 对不对 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他后面的那个带子 整个都已经破掉了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义吗 代表什么 他必须要仰赖这个工作 而且他撑到 因为那个带子是很贵的 那个带子是要花钱买的 因为我补充一下 你送过这个Uber EAT的 对嘛 我就跟你讲 那个带子是很贵的 而且各位 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算一下 柯文哲说我希望这个小草呢 一次给我两百块 三百块 五百块 对不对 他们这样捐嘛 那你知道他们现在送一单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三十五十块 而且一单大概可能要十到十五分钟 换言之他一整天下来 就算跑了十二个小时 他只能赚三十单 赚三十单一单算五十块 不好意思 一千五百块 这就是他们现在非常心情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 包括基层很多人 他们会说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柯文哲吗 就只有两个字啊 我们讲啊 就相对剥夺感啊 他是欺语相对剥夺感嘛 什么样的相对剥夺感 就是说对 我们现在的政府 奇怪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假当家庭 不管是懒 不管是绿 这些政客吃香喝辣 阿伯说中我们的心坎里去了 所以最早他对替聖文 这是一个标的嘛 这个标的是用什么 阶级对立啊 对 以后的人 一斤通时 我们这些人干口的人 我们白手起家 白手打拼 所以把那个你要理解 你才讲 你现在他说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成不成功不在乎你的奴隶 而是决定你爸爸是谁 对 这个各位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逻辑 社会主义的一个逻辑 就是阶级对立 他利用这种阶级对立的相对剥夺感 让这些人全部口拉在身边嘛 所以你刚才问我说 为什么这些志工愿意 因为他们心中想到说 这些有钱人 这些财团跟这些政客吃香喝辣 只有阿伯是跟我们一样 站在我们身边 他什么都一无反顾 不愿意捐下去嘛 所以你想想看 这些人跑外送跑到干嘛 可能头上戴12小时安全帽 戴到秃头 坐在那个坐垫上 坐12小时 坐到长痴疮 但他也愿意把自己 一天辛苦的三分之一给阿伯 理由很简单就来自己这边啊 所以各位 就是柯文哲做了什么事情 法律哥 他做了什么 他说来 你志工来帮我忙 你要心甘情愿 对不对 我们有信念我们有信仰 但是你便当请你自己付 你钱自己出 你志工你跟我敢要便当 是你信念不够 还会这样去骂人家 对 对 然后带台南造势厂 对不对 最离奇的来了 办475万 结果最后便当 他说 哎 我跟你讲 我们不像他们的 双煮菜啦 结果保迪哥你知道是什么吗 原本还不帮你订 最后厂商来订来 只有 我跟你讲 单煮菜便当 烂到不行的 现场说难吃到没有人要吃 你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不是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他去批批人家 双煮菜便当的时候 你真的是人情量不到一个程度 刚刚讲到的 你今天人家来 你饭也不给人家 菜也不给人家 别的人有所谓的双煮菜便当 你还要嘲笑别人 我刚刚讲到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钱 你真的不 你真的等于说 没有随便乱捐钱 你很多钱我不要 我真的就只要干干净净的 一毛一毛的针 我完全不浪费钱 我会觉得我可以忍受 可是这个账目一摊开了以后 臭不可闻 你自己 你自己租门酒肉臭 你自己把这个钱 完全勒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结果呢 结果你要别人 缩衣结识 你要别人完全奉献 你不太恶心了 保安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所有任何震声电台的广告 他花了2536万嘛 对不对 那我就请问一下 广告到底在哪里 什么样的广告 需要花2536万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你不要说什么 我也没有看到面子啊 对 那我就为什么 900万的面子我一张都没看到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各位900万请问一下 可以给多少自公自保 人家辛辛苦苦来 没有要给你半毛钱 只有你连买一个便当 都跟人说 你给我注意一点 要什么便当 丢脸 你去这样去指责人家 所以你理解客人家 有一个概念是什么 他所谓的财政几率 是对谁财政几率 对底下的人苛刻 他把这些真的是小草 一个一个当做韭菜 你们来帮我 是因为你们信我 你们自己杀 我一毛钱都不要花在你们身上 我一毛钱都没有花在自公 也没有花在自治者身上 反而言之 扣问者把这些钱要拿来干嘛 全部放进自己的口袋 全部危机所用 当今天花大钱的时候 搞广告的时候 搞支出的时候 搞这些行销 跟财团的时候 他可以大把大把 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 当支出在开 可是遇到这种小草 遇到这种自公 遇到这种自治者的时候 他做什么东西 跟你苛刻 所以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的时候讲到办公室的 柯文哲讲一句话 他说没有啦 我跟你讲办公室不要浪费钱 你们这些工作人员 用一个荧幕就好 你们这些人 用一台印表机就好 因为我们要勤俭 后来发现勤俭老半天 这些钱省了老半天 最后他是要干嘛 全部扣起来 自己要用嘛 这才是柯文哲真正的面貌 就是他的勤俭是 对别人勤俭 而他的宽阔 是对自己的宽阔 好 刚才讲的 这件事最佳最不可思议的是 你连最基本到监察院的核销 你都搞到乱七八糟 而且这个核销 是完全不可以原谅 是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了 你还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 我们现在是会认为说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柯文哲他对外来的说法 他确实是说他不知道 这是昨天的说法嘛 他说他不知道嘛 你因为你先不用管 因为观众朋友是这样 你先不用管周刊所披露的是什么 可是监察院已经认证 他四月的时候有告诉 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嘛 你必须理解 我是一个总统参选人 或是他如果当选 他就是总统了 旁边有很多幕僚 会有总统秘书长 会有总统秘书 这些人都帮总统做事 可是谁做决定 当然柯文哲做决定 谁当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嘛 所以谁要去申报 是柯文哲 他可以找很多人 他的财务室 他的记账室 他可以找会计师去签证 可是整份到监察院去的 那个申报资料 严峰姐在这 政治人物就是自己负责啊 所以当出了这问题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账号 通知柯文哲 那你是怎么弄到 所有人都帮你代理 你一个候选人 四月被监察院通知 账务有问题 等同推荐 讲难听一点 然后你到了已经8月20号了 你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你知道吗 宝洁哥 现在如果他知道的话 事情会更大条 他现在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要尊重 柯文哲的说法嘛 我是对于他说他不招生行 我真的是摇头啦 你以前怎么讲的 我的柯市府最厉害 我以前都有怎么样SOP 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我不会讲说怎么样 搞半天以后 然后下情无法上传 表示说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 我的政府是很有效率的 我每天七点半个开会 我所有东西都有会议记录 而且我还公开上网 对不对 过去是这样吗 那你今天经常要告知你 账对不上以后 你的会计师 用不应该做的做法 得到了你的授权账号以后 去key的这个东西 是监院先告诉你 四月告诉你以后 因为到后台可以看 断幕阵跑去登的时间 是在这个事情之后 所以显然是 监院告诉柯总部出事了 柯总部说 好 那我们账户不对的 对不起我们调整一下 所以就调整上去 报假账了 那报假账了以后 事情发生了以后 新闻报道了 前幕僚讲了以后 还讲说这都是幻想 然后事情烧大了以后 柯文哲居然到昨天想说 我不知道监院有通知 我们有问题 监院没有通知 你有问题 你的会计师怎么会去补灯 而且既然是补灯 你想要靠老保杰哥 左手边 现在总部的说法 我都尊重总部说 我很认识在听 我没有十七张的单据 在左手边 对不对 这些单据放在这里 给会计师 照理讲 应该是你的纪彰师去做 财务去做 你说没有人 没有人就回到这一点 没有人 还有钱吃饭 还有花那么多钱办活动 你只要增加人手就好了 好 那不管了 你今天把你的单据 交给会计师 他有拿到嘛 照理讲是有嘛 跟会计师怎么说 以后再看 因为东部阵话都没讲话了 他明明手上有十几笔的这些账 1800多万 他只要登入 事情就结束了 他不做这个事情 我有单据哦 我不做 然后我自己去导谱 不然时勒塞500 你要塞200 你要再塞216万 保杰哥 误灯或者是登错 或者是没有完成 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警察院会怎么样 误灯不就好了吗 就是如果你超过10千 有可能会发钱 那没多少啊 但是今天会计师 做了这个假账的话 他是要被关的 做牢的 他是五年的 尤其图形的 所以我今天哪一个人会说 我明明左边有单去 我只要KING就好了 我不做 我宁可自己脑补 嗯 时勒 感觉500万可以 塞 你要200 然后216 所以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计师的做法 会让社会 大家觉得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太离谱 而更离谱的是 候选人居然会跟大家讲 他完全不知道 那柯文哲这个说法 会回到过去 他怎么看其他的蓝绿 政治人物的 在他的眼中 不可能会不知道 因为长官都知道 长官不可能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